大家好 那我们上节课呢 已经把咱们的四间魔方中心块 棱块都合并完了 是不是 我相信各位小朋友们 现在手里应该是拿着一个 跟我一样的这样的 看似已经很整齐的魔方了 那有些同学可以说 这种情况我觉得有点眼熟 它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的三间魔方呢 四个颜色相同的作为中心块 两个颜色相同的棱呢 作为棱块 角就是角 那如果有这种想法的同学 那可真是够聪明 咱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把四间魔方 像三间魔方一样 再把它拼一遍 那我们这个四间就顺利完成了 那到目前为止 如果有没有学过咱们三间零基础 入门玩法的同学呢 最好还是先去补习一下那个课程 因为接下来 我们要用到三间的内容 去把咱们四间剩下的部分去完成 当然我一会儿在课程中 还会像三间那样告诉大家如何去还原十字 第一层 前面这几层 还有顶面最后一层 但是讲解的过程呢 可能不会像三间那样详细 大家可以试着听一下 如果实在是听不懂 那最好还是去看一下我们三间零基础课程的内容 好吗 行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最后四阶的这一部分吧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学习一下四阶魔方三阶部分的第一部分 如何去拼一个白色的十字 诶 对 大家没有听错 咱们呢 这次不采用先拼小花再变十字的方法了 因为大家 对于大家来说啊 零基础 咱们可以用先拼小花再拼十字 但是现在呢 大家已经不是零基础入门玩家了 对不对 咱们都学到这么高级的四阶魔方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要学如何一下拼好白色十字 诶 好 那如何去拼好白色十字呢 其实啊 它跟我们拼小花的方法很类似 之前拼小花呢 是把这种白色的棱块 放在黄色中心四周这个四个棱块的位置 那从现在开始呢 咱们就要把这种白色的棱块啊 直接拼到白色中心那一边了 那首先呢 咱们需要准备一个 已经合并好中心和所有棱块的 这样的四阶魔方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拿它当成一个三阶魔方去拼了 第一步 先拼白色十字 好 那我们拼白色十字的时候 那我们拼白色十字的时候啊 要把白色中心冲下 黄色中心冲上 对 没错 咱们不是这样 白色冲上翻着拼 而是把白色中心冲下 这样的话呢 咱们心里知道下面是白色就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还是像拼小花一样 去找这个带白色的花瓣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面 是不是在树枝的位置 有一个白花瓣 好 现在我们要把这两个颜色 两个棱块 当成同一个棱块来看待 然后找到这种 在树枝的位置 我们还记得怎么把它 变成横着的吗 对 我们要做摩天轮 好 我先做一下摩天轮 它就到中间层了 是不是 对 到中间层了以后 我们把它往下一转 记得是单层往下转 不要像我说 刚才不小心双层转动了一下 单层向下转一下 那是不是底下就有一个 白色的棱块出现了 好 这已经有一个白色棱块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这儿还有一个白色棱块 它想下来 怎么下呢 是不是不能直接往下转 如果直接往下转的话 那就把底下这已经有的白色棱块给挤跑了 所以我要让底下先挪一下 好 挪一下 再让这个白色棱块下来 哎 好 现在就有两个棱了吧 对 大家记得千万不要白色冲上去转 我是为了 为了让大家看起来方便 才这样拿着的 实际上咱们都是要把白色中心冲下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依然要找这个带白色的棱块 这儿有两个在竖着的位置 所以要让它做摩天轮 转一下 好 先翘起来到横着的位置 到横着的位置 我看一下 能转下来吗 哦 可以 因为这儿没有白色的棱块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下来了 好 又好了一个花瓣 一二三 三个了还差最后一个 我们去找找在哪呢 在哪呢 哎 在这儿 对吧 好 在这儿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了 它下面已经有白色了 所以要把它先挪到 这个空位子的正上方 再让它去做摩天轮 转一下 好 就到了中间层 到中间层呢 它又不能直接下去 因为它直接下去的话 会把另外这个已经有的白色给挤跑 会把这个已经有的白色挤跑 所以我们呀 要让底下这个先挪一下 底层转动一下 让空位子过来 它再下来 好 那我们呢 这样十字就已经拼好了 对不对 白色十字拼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呀 只是十字拼好了 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白色十字 为什么说不正确呢 因为咱们白色十字的要求是什么来的 旁边颜色还要对齐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就是我这个红和绿 已经对齐了 但是呢 这个蓝色 蓝色轮块 再对着橙色中心 橙色轮块 再对着蓝色中心 那这两个就不对 我们需要让这两个轮块呀 互相换一下位置 怎么换呢 来 同学们跟我来学一个大招 相邻的两个棱块要换位置的话 我们先把白色中心朝下 把这两个相邻的一个方冲咱们前面 一个方冲右手边 好 第一步 咱们先把右手边这个棱块啊 转两下 好 转两下它不就上来了吗 上来了是不是变成小花瓣了 好 小花瓣呢 转过来 转到前面来 是不是这个橙色就对上了 对上以后呢 咱们可以 可以转摩天轮 哎 一二 把它转下去 转下去之后呢 肯定会把那个错误的白蓝轮块给挤到三楼 哎 现在就是四楼了 一二三四层了 对不对 直接挤到四楼 那我们再让这个白蓝啊 去右边 跟右边的对齐 是不是 冲右手边再直接把它转到底层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白色十字呀 就都拼好了 对不对 哎 这样的白色十字拼好了 好 没有看明白同学 不用着急 我们再来一次 哎 如果我们一开始拼好的这个白色十字呀 哎 这白色十字有点大 大家一定要能看得出来哦 如果我们拼好这个白色十字 它旁边颜色没有对齐 哎 只有一个对齐了 是不是 其他三个没对齐 那大家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换呢 因为我们底下的十字呀 至少有两个能对齐 让它去转一转 哎 转一转转一转 是不是发现 好 有两个对齐了 红色和绿色对齐了 那这个蓝色呢 和橙色需要换一下位置 怎么换 一个冲自己 一个冲右手边 先把右手边的这个 转两下 转到顶层 让它到前面 来找咱们这个橙色中心 再用摩天轮两下 把它转下去 哎 翻上来的白蓝棱块 去右边找蓝色中心 然后用右手 再转两下 把它转回去 哎 大家记住了吗 就是先转上来 到前面 摩天轮 再把它到右边 再转下去 它们两个就换位置了 好 右手边转两下 到前面 到前面 摩天轮 到右边 转两下 就好了 好 那刚刚我们出现的这个情况啊 是相邻的两个需要换位置 那如果我们出现 它对面的两个换位置呢 比如说这样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咱们拼好的这个十字啊 它白绿是对齐了的 白红没对齐 白蓝对齐了 白橙 冷没有对齐 对不对 如果是对面的两个需要换位置 那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把错的这两个需要换位置的两个 一个放在左手边 一个放在右手边 好 我们现在让右手边的这个转两下 一 二 那左手边的那个呢 也转两下 一 二 好 现在是不是有两个冷块翻上来了 两个白色冷块 而且它们两个在对面的位置失败 那咱们就让它在上面 转两下 好 再转两下 一 二 翻下去 再把这个白橙子也 一 二 翻下去 好 这样的话 咱们的这个十字啊 就拼好了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拼好了呢 对 这样我们的十字部分就大功告成了 那刚刚那种拼十字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都会了没有 如果会了的话 咱们还可以把它运用在三节里边 来 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直接拼一个十字 也就是把带白色的冷块往下拼了 对不对 之前是往上拼 现在就要往下拼了 好 然后看到这种竖着的摩天轮起来 下来 然后这个也是摩天轮 然后往下 下面这有一个挡住了 挪开 再往下 好 这样我的十字就拼好了 然后旋转一下 至少有两个能对齐 剩下两个对不起的呢 我们再换位置 怎么换呢 一个冲前一个冲右 右手边的先转两下 往前挪 前面摩天轮转两下 往右挪 再把右边的转两下下来 好 就换好位置了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对面的两个需要互相换位置 我们把它横着 一个冲左 一个冲右放着 先把右边的转两下挪上去 再把左边的转两下挪上去 让它们两个在上面换位置 再把它们两个分别挪下来 再挪下来 好 那这样的十字呢 就拼好了 对不对 而且旁边都是对齐的 好 如果我们三接和四接 对于这种直接拼十字的方法 都没有问题了的话 那小朋友们可以挑战一下 更高难度的十字复原方法 好 那我们还是先拿三接来举例 把模方打乱 好 那现在模方打乱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这样 第一步 先找到这个白色中心 朝下 黄色中心朝上 然后第二步 我们呢 要把这个 找一个白色的棱块 我看到一个白蓝 冲字解 好 看到白蓝了以后呢 因为底下一个白色棱块都没有 所以我可以直接让它 转下来 对不对 好 直接转下来了以后 已经有一块了 拿它作为基准 它是白蓝 那你要现在想一下 我们这个中心的颜色 遵循什么规律呢 如果白冲下 成 如果白冲下 黄冲上的话 它是一个成蓝红绿的顺序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要想一想咯 我白蓝已经好了 那白蓝的左边这个棱 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对 应该是白橙 那白蓝右边这个棱呢 应该是白红 好 那白蓝对面这个棱呢 就是白绿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一点了以后呀 就知道这些其他的三个棱块 应该放在哪个位置了 而不是先盲目的把它放下来 再去调整 好 那我现在看到离我这个白蓝最近的白橙 白橙呢 就是要放在白蓝的前方 就是左边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 我白橙可以直接放下来 诶 这两个好了 好 那我再找一个啊 再找一个再找一个 好 找一个白绿 白绿呢 我们是不是要让它做一个摩天轮先 好 因为它在竖着一的位置 那就做摩天轮 好 摩天轮之后呢 它要下来 可是我们要想一下 它是直接下来吗 要看一下是不是它自己的位置哦 诶 这个看位置呀 就不是看中心的颜色了 我们不能说 因为白绿现在跟红接着呢 所以就不能下来 而是要看 已经好的这两个白色的棱块 是什么颜色 我这个是白蓝 对不对 这个是白橙 所以这块应该要白红 那这块位置正好是白绿 所以我这个白绿啊 正好能下到这个位置来 对不对 白蓝白绿 好 那最后一步呢 就是 诶 我正好这个白红 就是要下到白绿的前面 也就是唯一的这个空位了 白红再下来 好 那我现在就拼好了一个白色十字 有的小朋友可能说了 老师你拼的这不对啊 旁边怎么都没对齐啊 诶 大家别着急 我把它这样一旋转 我把它这样一转 诶 是不是 正好全都对齐了 对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方法了 能够直接复原这个白色十字 而且旁边都是对齐的 好 那这个方法呢 稍微有一点点难 我们一定要记住 它这个中心的颜色顺序是 橙蓝红绿橙 知道它们互相的关系是什么 就好拼了 好 那我现在把三接模仿打乱 再来一次 诶 大家也可以把手里的模仿打乱 再来一次试试哦 好 打乱了以后 第一步还是找到白色中心朝下 黄色中心冲上 那我刚才这样看了一眼 下面一个棱块都没有 所以我可以让任意的棱先下来 比如说这个白蓝还是在这 我可以让它先下来 对吧 好 白蓝下来了 那我看到一个白红在这 可以直接下来 但是啊 我要想啊 白红应该放在哪呢 橙蓝红绿 蓝在红的前面 红在蓝的后面 所以啊 我们这个蓝已经好了 这个蓝 要往前挪一下 诶 底下这一层啊 可能这个面大家不太好掌控 蓝色往前挪一步 那红色是不是就可以放在蓝色的后面了 对 这样位置就放对了 蓝红 好 那我们继续看啊 再找一下 还是把白色中心冲一下 翻过来 诶 我现在这儿是为一个白橙 白橙冷块 那要想想 橙色应该在红色的对面 对不对 红色在这儿 那橙色应该放在这儿 那我们就把这个白橙啊 先用摩天轮把它转成横的位置 横的一 然后呢 白橙直接下来就好了 对不对 好的 那现在三块好了 就差最后一个 找到最后一个在哪呢 在哪呢 诶 在这儿 白绿 白绿呢 要放在那个空位子上 好 空位子上 去做摩天轮 摩天轮一下 诶 发现它下不来 这挡住了 所以要把底下挪一下 空位子过来 再挪下来 诶 正好就全都对齐了 是不是 好 这个方法 就比我们前面那两种方法 更优化了一些 拼起来就更快了 诶 我相信之前已经能够达到两分钟 一分半以内的小朋友 用了这样拼十字的方法 速度会更更 会更上一层楼 诶 没准一下就能进一分钟了呢 好 大家要多多练习这种十字方法 诶 我们既然学会了这种方法 就不能再用以前拼小花的方法 去拼这个十字了 好 那我们还要回到咱们的四阶模方里 诶 四阶模方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思维转化而已 因为它呢 诶 棱块变成了两个小块 中心块变成了四个 脚块呢 还是自己独立的那个脚块 好 那咱们拿这个四阶模方 诶 打乱的时候啊 打乱十字的时候 你们就只打乱外围 千万不要这样 两层两层转动 就不会打乱中间的中心块了 我们只打乱外层 好 这样拧来拧去 咱们把十字打乱 好 十字拧乱了以后呢 咱们就来一起拼一次 刚才最优化的那种方法 来 先找到白色中心 朝下 然后找到一个白色的棱块 还是白蓝 好 白蓝先放下来 在左手边 可以直接拧下来 好的 白蓝好了以后呢 咱们看看 诶 这一个白橙 对不对 白橙应该放到哪啊 大家想一下 白橙 放在蓝色的左边 还是右边 诶 对 要放在蓝色左边 对不对 橙蓝红绿 所以呢 把蓝色要往后撤 撤一步不行 撤两步 哎呦 同学说撤一步 搁这还行吗 不行吧 我们这橙色一下来 是不是把蓝色给挤跑了 对不行 那我们这个蓝色 还得再往后走 诶 就是把蓝色放在了 这个位置 那我们橙色 是不是就可以下来了 好 橙 蓝 都好了 该红绿了 红色绿色 红色在哪呢 找找找找 诶 红色在上面 可以先把这个红色挪过来 红色翻下来 白冲上的 直接摩天轮两下 是不是就下来了 对 或者摩天轮做不熟悉的同学 可以把它放在右手边 这样转两下 不就直接下来了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白绿 白绿已经在空位的上面了 先摩天轮 让它变成横着的位置 再把底下这个挪开 空位子给它 再下来 好 那如果大家拼的是对的话 这样一拧 应该全都是能对齐的 是不是 好 那这种拼十字方法 大家试一下 如果能真正领悟到 这种方法的秘诀以后 大家有可能可以在八步以内 拼好这个十字 八步 好 现在先不用着急八步 你们可以在十五步之内就行 再慢慢的缩短 再慢慢的缩减线路 可以在十二步 十一步 十步 一点一点的进步到八步以内 好 我现在拿一个三阶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先把它打乱 就是咱们拿到一个打乱的魔方 先去观察它这四个白色棱块在什么位置 然后呢 再去规划它的路线 比如说我现在看好了 绿色 橙色 红色 蓝色 我们先把魔方打乱 打乱 好 然后找到这四个棱块的位置 一 白橙 白红 白绿 白蓝 好 一 二 三 四 位置找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了 规划一下路线 白色中心朝下 黄色中心朝上 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最后八 哎 是不是这十字就拼好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的同学可能说 我这个巧合八部就拼好了 那再来一次啊 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八部拼 这有点简单 好 达到那以后 观察一下 一 二 三 四 好 那我想好了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七步 好 我这十字就拼好了 看到了吧 有可能在八部以内就可以拼好 甚至更短的步数 那大家呢 就一定要多多练习 如何去拼这个底层的十字 千万不要为了方便观察 所以把白色冲上这样拼 这样拼虽然好看 好观察 但实际上你拼好十字以后啊 我们还要再把它翻回来 再重新拼第一层第二层 这样就会慢很多了 好 那这个直接拼十字的方法 大家都领会到了吗 嗯 多多练习吧 加油 那我们刚刚三阶上面呢 已经完成了八步复原十字 同理 咱们拿着这个四阶模方 也是一样可以做到八步以内复原的 比如说我刚才任意打乱了这个四阶模方 找到这个白色的棱块都在哪个位置 好 找到了以后呢 这样观察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只用了六步 大家来检验一下 有没有拼好十字呢 诶 十字是好的 旁边有没有对齐呢 诶 都对齐了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才能更有效率的拼好这个模方 好 那我们如果这个白色十字 大家都能像我这样 八步以内拼好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别的颜色十字 打乱 打乱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只打乱周围的这个外侧 好 那我们现在换一下黄色的十字了 好 还是观察一 二 三 四 在这 好 那就是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好 看一下黄十字好了没 好了 旁边颜色对齐了吗 嗯 都对齐了 诶 就是 如果翻过来 白色冲上 黄色冲下了 拼黄十字的时候 那我们的顺序就是跟橙蓝红绿反过来了 变成什么呢 蓝橙绿红了 对不对 这个是以后大家再需要练习的这种六个方向 都可以顺利记住它的颜色方向顺序 嗯 那咱们现在呢 还是先练好白色底 如果白色底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我们可以练黄色底 黄色底也得心应手了呢 咱们再练蓝色绿色红色橙色这样 变成一个六色底的高手 好 那咱们还是按照老样子 把白色十字拼好 嗯 能够拼到这一步的同学啊 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自己去尝试的拼好下一步了 对不对 这里我们把整个 这里我们把整个四阶魔方完全复原 就越来越近了 好 那我们就下节课一起再来学习 如何拼好下面的四个角块吧